欢迎来享受政治,我是齐耀 今天没有想要分享新闻 但是我想要分享一个迷因梗图 请看这个迷因梗图 OK,大家应该是熟悉了 这个两个蜘蛛人互相指来指去的这个迷因梗图 为什么要share这个呢? 因为在接下来的新闻完完全全 就是可以用这个图再去形容了 首先,近期比较新的这个新闻呢 就是尼克敏他post出了一个这个照片 那个照片里面就是显示说 政府拨款给17个国民行中学 然后在那个模拟支票上 应有希盟跟火箭的这个徽章在上面 所以这个东西就引起了 包括马华,这个邓章卿 还是这个伊斯兰党的这个青年团团长 Fadish A'ri 他们都分别一起去抨击说 其实这个火箭,这个希盟 是在利用自己的这个作为政府的优势 其实在宣传自己 类似这样子的这个意思 这样就是第一个Spider-Man了 他这样指控 请看一下第二个Spider-Man 马上就有网民也就看出了 在以前的时候 马华也曾经用自己的这一个logo去捐款 应该是给一个同月维修费什么 然后一样的国盟那时候在捐助这个叙利亚地震的时候呢 那张支票也是一样是放了国盟的这个徽章下去 所以这样事情谁对谁错呢 我只能讲呢 如果是秉持着不应该要尽可能的降低这个政治化的这个倾向的话 两边都不应该 两边都不应该 但是你就会看到现在的整个氛围就是 你讲我有错 我也讲你有错 然后就一直当自来自去 可能不只是两个Spider-Man 过会有更多的这个蜘蛛人 其实类似的事情也不只是这样 这已经是形成了整个目前政治的氛围 包括在之前的时候 当国盟提出说呢 不应该要用这个团结政府所制定的这一个国庆日的logo 国庆日的这个slogan 因为呢里面有Malaysia Madani这个词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国盟也是一样就推出了自己的这个这个徽章嘛 那时候其实我都有做影片讲说呢 麻烦在这个国庆日呢 就不要把这个东西做到政治化什么 当然就有人也是提出说呢 诶 2012年的时候呢 公正党还是整个名联呢 其实在雪州 在并称 其实也是提出过 要用自己的这个slogan 要用自己的这个徽章的 OK 就是呢 当时候是这个Sato Malaysia 那几时期 所以呢 这个东西也是被认为说是太政治化 所以 这个反对党这边也是提出来 所以有很多人都去讲说呢 诶 现在是怎样 以前你们做反对党的时候就可以 那为什么现在呢 人家反对党做你们就讲人家不允许 我觉得这又是一个经典的案例啦 当然啦 就是这次指这个第一次spiderman呢 团结政府 第二个呢 国盟就是第二个spiderman 就是这样子来子去 你如果问我 如果秉持着要不要把这个政治化降低的这个原则 是不是两边都有错 我觉得也是一样 OK 所以其实就算我在那个留言区里面我也是有回复的 如果回到了2012年那个时候 明年时期去挑起这样子的 在国庆就去挑起很多的这种slogan的这个问题 我的看法是不应该啦 那这种事情就算是用 Janti Dita Party啦 Sato Malaysia啦 还是现在用这个Malaysia Madani啦 它不会影响到什么东西 包括了支票上的东西 支票上放谁的徽章 它也不会影响到可能下一届 什么大选的时候 大家因为你放那个徽章 放那个slogan 大家就会偷你嘛 我是觉得这样事情 都不会造成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不过 如果是以这样子的一个政治氛围持续下去的话 其实它对于整体社会的这个伤害是会有的 而且从一个最基本的来讲 当我们社会的每一天的这个专注度 都是在放在这一些地方上 这个徽章啦 这些slogan这些东西的话 我们的整个国家要怎么去前进 这是其实第一点伤害 因为占用社会的这个版面 就是一种 就是一种资源了 为什么要花时间去着重在这些事情上 两遍都是这样子 第二点啊 这是我自己在看到 马来社群里面他们有去讨论 甚至有潮的一样事情啊 当我们发现到呢 有很多的事情都开始被政治化 当有很多的这个事情呢 都开始分了 这个在潮在野 然后开始互骂 甚至在之前的时候分联邦跟州 这样子骂的时候 就会发生像是 像之前的时候登加楼有一个孕妇 他就是突然间要生嘛 他就去到这一个 登加楼的这个医院那边 然后顺利生产 过后呢 他就称赞这个登加楼的州政府做得很好 因为他接受的这个福利很好 那就有人去骂说呢 哦 为什么你不谢谢联邦 这不只是州医院的这一个好处而已 联邦也是有帮忙的 这没有错 但是 重点是 这真的是需要去抢这样子的一个功劳嘛 这就是我到最后我自己担心的事情 当我们不停的把焦点放在是 可能谁的功劳啊 谁之前啊 你在这种事情上 这种徽章事情上呢 你有硬啊 还是你以前有硬啊 我有硬这之前的时候 你也做过 如果我们着重的是放在这样子的事情上 这个国家就很难再往前走 OK so 我觉得那样对于这样子的事情 可以归为一起去看待了 我的看法就是尽可能的 不要再已经周旋过去了 OK 大家放开来看 这样事情呢就慢慢让他的去单化 不要再太政治化所有的这些事情了 OK 什么事情就从简单的去处理就好 OK 这里想到这里跟大家聊到那边 我们下期见 拜拜